四川成都名校食堂提供發霉食材給學生 引發家長抗議 事件持續發酵 食堂承包商被聚焦 有學生家長透露 官方不讓公布孩子身體檢查數據 想把事件壓下來 也有知情人表示 經過長期儲存變質的所謂陳化糧 主要流向各級學校 四川成都七中實驗學校被學生家長發現 小學布食堂使用發霉變質食材 12號晚上 七中食堂轉移食品的卡車被家長攔下 家長當場報警 其他許多家長文訓趕到 13號 幾千名家長到學校抗議 校方沒有人出面解決 家長卻遭警方毆打 被噴辣椒水驅散 有12人被警方帶走 隨後被釋放 有家長反映 承包學校食堂的女老闆不但沒有被抓 還有大批警察保護 最後還有警察護送離開學校 承包商的背景引發關注 《中國菁英報》報導 成都七中實驗學校的食堂承包方是 四川德語後勤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持有85%股權的吳春雷是德語集團的控制人 而德語集團旗下 有一個四川省中學校長協會 校長之家 這個校長之家是吳春雷贊助的 大陸維權人士吳先生表示 學生就餐是數量特別大的一個群體 所以是塊大肥肉 報道說 四川德語業務遍布雲南、貴州、四川、重慶二十多個城市 公司官網此前提出 報道說 四川德語業務遍布雲南、貴州、四川、重慶二十多個城市 公司官網此前宣稱 四川德語服務的學校 包括成都七中、廣源中學、減陽中學、雲南昭通學院 重慶江北中學等30多所學校 服務生超過20萬人 一位服務員透露姓名的成都七中學生家長表示 很多孩子經醫生檢查都發現問題 但至今沒有人出面解決 這位家長透露 他們手中有孩子檢驗出來的醫學數據 但官方不讓他們公布這個數據 這位家長統治 官官相護 有大米供應商在網上透露 各地教育部門基本上都有一個連財平臺 由於走貨量大 把價格壓得太低 供應商沒辦法 只好往里摻陳化糧 中國的陳化糧基本上都給大中小學生吃了 有網友說 看來成都七中學生食物中毒事件 是一個關乎所有孩子生命安全的大案 全國一盤棋啊 所有的孩子都是低端人口 吳先生表示 這個也和中國人在中共治下 對社會默不關心的狀態有關 人們太漠視這個社會的公平和公正 太漠視別人的苦難了 他表示 關心別人就是關心自己 這樣社會才會溫暖起來 否則食品安全問題將層出不窮